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507集 真不凡笃定地笑着 拿起茶壶 挨个儿给三黄的茶杯里续上茶水之后笑着说 放心吧 丹殿怎么可能忍下这口气呢 换你 你会忍吗 小府四周的商铺在短短几天内全都换了主人 附近也多了很多陌生面孔 丹殿把小府全方位监视起来了 这便说明丹殿对小妍不可能善罢甘休 还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刚才真宗府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真宗府和妖皇因有兴奋之色 真宗府眼目放光 这么说 只要小妍以自身为儿引蛇出洞 他们之间就必起事端 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清浩然则面现忧色 要引蛇出洞 小妍就必须离开巨西城 她的安全怎么保障 哎 真宗府不以为意 成大事者岂能有妇人之人 我们要的只是先藩丹殿的借口 如果丹殿把硝烟杀了 我们就更有借口了 你和他有兄弟之情 我和他有附属关系 妖祖老祖宗和他有渊源 不凡和他有合作之意 我们先藩丹殿 不就是替他报仇吗 岂不是更加明正言顺 清浩然妖皇和真不凡 全都皱了皱眉 清浩然带着明显的不悦说 人皇 有我们四家联手已是大事在握 什么时候动手只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或者说只需等待一个借口忌口 你为什么要白白牺牲硝烟 硝烟是你真家的附属家族 硝烟是你们人族最有可能登顶的绝世天才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的安危 被清浩然当面如此质问 真宗府眼中阴狠之色顿脸 他挤出勉强的笑 尴尬的说 看魔皇你说的 哪能呢 真不凡这是开口说 我觉得魔皇的担忧我们需要重视 真不凡这是在替真宗府解围 他对兄长真宗府有这样的想法很理解 站在他们这样的高度 为了大局 为了种族的利益 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 有些话不能说出来 一说出来 便会失去道义的制高点 是会遭人诟病和谴责的 侧看一眼有些懊恼的真宗府 真不凡对清浩然和妖皇 施以请理解的一笑 接着说 我们必须尽力保证硝烟的安全 我们不妨想想 硝烟岂会不知丹殿杀他的心有多狠 派出的一定是八星级别的 如果得不到我们在安全上 给予硝烟一定保障的承诺 硝烟怎么可能傻到以自身为耳 拿鸡蛋去碰石头 再说 今以私心论 我们也需要他活着 由他带领 在于丹殿的大战中 萧府 必以最强的战力顶在最前面 不仅可以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我们的损失啊 说完 真不凡笑问真宗福 大哥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真不凡所说确实有理 真宗福咧着嘴点点头 弥补说 嗯 那硝烟出城前 我们先派出强者 在聚西城外接应 应该就可以保证硝烟安然无恙了 似乎仅此一策 真不凡清浩然和妖皇 均点头赞同 但清浩然跟着 又提出了新的担心 以硝烟这次表现出来的实力 丹殿派去杀他的人中 必有八星斗地 这一点毋庸置疑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硝烟的安全 就必须派出八星强者 魔族中 我吊得动的八星强者 只有我血魔一族的四长老 而由于我血魔一族与硝烟的关系 四长老只要一动 肯定会引起丹殿的警惕 所以保护硝烟的八星强者 恐怕还得仰仗人皇和妖皇费心了 真宗福和妖皇一时沉默不语 神情都有些凝重 丹殿可不只有一位八星斗地 虽说据他们所知 都是八星初期 但这么多年过去 谁敢保证没有突破到八星中期 甚至八星后期的 八星斗地 每突破一层 可不只是实力有致的飞跃 对危险的嗅觉也更加敏锐 尤其是丹殿的八星斗地 没有一个灵魂之力弱的 妖族和人族派去接应保护硝烟的八星斗地 怎样瞒过丹殿八星斗地的灵魂之力搜查呢 而且丹殿为了保证击杀硝烟万母一失 也为了预防硝烟有强力帮手 谁知道丹殿会派出几个八星斗地 如果妖族或人族派出的八星斗地 以寡敌众而意外深陨 这个代价 妖族和人族都难以承受 真不凡在禁忌中开口 像是难难自语 唉 除非有八星巅峰斗地出手 否则便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呀 八星巅峰斗地 在任何一个超级势力 都已经不能用中流砥柱来形容 说是晴天巨柱也不为过 真不凡的目光缓缓扫过三皇 带着询问之意 其实也隐含着试探各族实力之意 三皇漠然摇头 真不凡的心情一阵烦乱 像极了骤击的风雪 胎眼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 真不凡收拾好心中的失落 收回目光 明明嘴说 既然暂时拿不出对策 那便加强对丹殿和萧族的关注 说到这里 真不凡顿了顿 双眸蹦闪着灵力的光 有时候顺势而为 或许反而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恩 也唯有如此了 腰皇缓缓点头 我们伺机而动吧 清浩然略显不满地站起身 告辞说 其他事都议定了 本皇就先走一步 若在萧炎的安全问题上有了什么计策 我们再议 好 真宗府也起身 我们回去再和足力商议商议吧 雪花越发密集 树呼间 四道身影便隐没在了白茫茫中 清晨 萧炎睁开轻松的睡眼 勋儿仍在他身边相睡 悄然起身穿好衣服 走出酒壁的房门 深呼吸一口 弥满花香的清新空气 萧炎惬意地哼起了小调 萧府大厅 一众核心奇聚 吹了吹刚期好的香鸣 清敏几口 萧炎的每个细胞 都跳跃着说不出的舒态 萧府这几天情况如何呀 萧少放心 一切如常 岳少龙笑答 萧炎点点头 丹殿呢 其他势力呢 都有什么动静 岳少龙看着萧炎 有些不忍破坏萧炎此刻的轻松心情 但正是不能耽误 珍妮说 这几天有不少势力来访 或大或小 都表示想与我们交好 丹殿没什么动静 不过 萧府四周 几乎都是新的面孔了 噢 丹殿将我们监视起来了 萧炎马上赶到了事情的棘手 笑意顿脸 还有 珍妮继续说 魔皇传讯来说 丹殿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要我们加倍小心 要你没什么要紧时 不要离开据西城 绝血封锁 意识关重大 不能有半分泄露 清浩然只能提醒萧炎 对丹殿多加提防 萧炎心中生起一股暖流 眉头却越粗越紧 心乱如马 以丹殿的势力之大和实力之强 既然和我的仇恨已经公开化 便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而掩其息骨 难道我就要一直被困在巨西城吗 不能 乾隆若困于井底 必备抹去龙的锐气 即便有一天重获自由 乾隆也已经不再是龙 纵然仍能张牙舞爪 最多只能算是 稍强一点的长虫罢了 可是我的实力已经暴露 丹殿这次 一定会出动八星斗地 八星斗地 可就不是我们可以对付得了的了 怎么办 难道真要靠吞噬吸收魔盒 突破到八星 可如果不得不那样的话 我恐怕也就止步了 我该怎么办呢 大厅里的气氛格外压抑 静得落针可闻 突然 天空乍响一声霹雳 萧妍抬眼 透过窗格的缝隙看向厅外 只见先前还算晴朗的天空 已然被乌云岩石遮蔽 狂风正在肆虐 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 一直沉默不语的月少龙开口了 我们绝对不能一直被困在聚西城 那对萧少和大家的成长将是致命的 不过萧少啊 我建议还是先不要离开聚西城 暂时等一等吧 看静无尘能不能把那张图和那个鬼脸玉佩破解出来 萧嫣眼眸一亮 这才想起委托静无尘拿去破解的那两张残图和神秘的鬼脸玉佩 若能破解成功 说不定会是两个自成空间的远古遗址 便是极理想的去处 最起码在魔力和寻宝时 不用担心遭到丹殿的伏击 至于如何回来 谁知道远古遗址的出口会在哪呢 萧嫣赶紧掏出通信器 嗯 我这就联系静无尘 问问破解的怎么样了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声通报 报 妖族四长老请见 妖族四长老 妖族四长老此时来做什么 是好 结盟 啊 快请 不大一会儿 一席轻衣 身材不高 体格却格外健壮的妖族四长老 走进了大厅 萧嫣等众已经起身相迎 彼此在丹殿主殿前见过一面 韩笑点点头后 妖族四长老递给萧嫣一封信 深邃的炯炯眼神里透着羡慕之色 打开信 是清临的亲笔 萧嫣不由抖声出几分紧张 清临为什么写信来 难道清临出了什么事了 忐忑不安地看下去 萧嫣大感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 妖族老祖宗要见我 再次看了一遍 确定无疑后 萧嫣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竟忘了礼仪 拉着妖族四长老的衣袖紧问 四长老可知老祖宗找我何事 妖族四长老苦然一笑 摇了摇头 老祖宗之行事岂是我等所能知 萧组长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萧嫣点点头 心里呼声出一个想法 又问 老祖宗的居所应该不在聚西城内吧 四长老一愣 众所皆知 妖族老祖宗从来不在聚西城内居住 萧嫣为何会这么问 不过虽不明萧嫣何意 四长老还是点了点头 最近我萧府四周多了很多陌生面孔 萧嫣不着编辑地说了这么一句 妖族四长老眉头一皱 有人想要对你们不利 丹殿 萧嫣汗手 眼睛始终看着妖族四长老 他想从妖族四长老的反应中 看出妖族或者说妖族老祖宗 对他的态度 来判断他心里的那个想法 是否有可能实现 但妖族四长老 却没让萧嫣看出任何想看出的东西 他只是淡淡地说 萧嫣长多虑了 聚西城内有直通妖族领地核心的传送重动 萧嫣当然知道 聚西城内就有直通妖族领地核心的传送重动 到了妖族领地的核心处 便不太可能生出什么波澜 还没有哪个势力 敢在妖族领地的核心处不张眼 但没能从妖族四长老的反应中 看出任何他想看出的东西 他还是有些失望 不过他依然笑着起身 那太好了 四长老 老祖宗相邀 萧嫣不敢怠慢 我们这就动身 还请四长老带路如何 萧嫣急着前去 是希望能凭着心中所猜的 与老祖宗那层渊源 得到妖族老祖宗的庇护 从而解开萧府目前的困境 萧嫣和妖族四长老 有说有笑地进入了直通妖族领地的重动 不远的墙角拐弯处出现一道白色身影 正是丹燕 萧嫣由妖族的四长老相陪去妖族干什么 难道是妖皇相邀 丹燕在心里猜测着 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猜测 不大可能 若是妖皇相邀派人送信过来即可 怎么会由妖族四长老亲礼 同样也应该与圣女无关 想到这里 丹燕神色一领心中大惊 难道是妖族老祖宗相邀 应该就是 不然妖族四长老 无需对萧嫣这般客气